各位平安 今天让我们来效法主 记得主的提醒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唯有彼此相爱 要常以为亏欠 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 让神的爱要借着我们涌流出来 祝福各位今天都有美好的一天 创世纪八章十三到二十二节 到挪亚六百零一岁 正月初一日 地上的水都干了 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 便见地面上干了 到了二月二十七日 地就都干了 神对挪亚说 你和你的妻子 儿子 儿妇 都可以出方舟 在你那里 凡有血肉的活物 就是飞鸟 牲畜 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 都要带出来 叫他在地上多多滋生 大大兴旺 于是 挪亚和他的妻子 儿子 儿妇 都出来了 一切走兽 昆虫 飞鸟 和地上所有的动物 各从其类 也都出了方舟 挪亚为耶和华 筑了一座坛 拿各类洁净的牲畜 飞鸟 陷在坛上为繁迹 耶和华闻那辛香之气 就心里说 我不再因人的缘故 咒祖地 人从小时 心里怀着恶念 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 灭各种的活物了 地还存留的时候 架色 寒暑 冬夏 昼夜 就永不停息了 弟兄姐妹平安 那我们来看 8月16号的QT 这段经文是 创世纪8章13到22节 让我们一起 先来默想这段经文 前一段讲到 大洪水经过150天 开始消退 方舟停在亚拉拉山 挪亚先后放出了乌鸦和鸽子 测试了水退的如何 这一段就讲到 在挪亚601岁那年的1月1日 地上的水干了 挪亚打开了方舟的盖观望 看见地面都干了 到了2月27日 大地完全干了 距离大雨开始降下 大洪水的开始 是满了一年又十天 上帝告诉挪亚 他与妻子 还有儿子 儿媳妇 都可以出方舟了 上帝要把挪亚 要挪亚把方舟里和他 一起有生命的活物 包含飞鸟 牲畜 和一切在地上爬行的动物 他都要把他们带出来 使他们可以在地上 滋生 繁殖 也可以在地上增多 于是挪亚和妻子 儿子 儿媳妇都出了方舟 生物可以多多地滋生 大大兴旺 这本身就是上帝的一个祝福 在创世纪第一章 上帝在创造人之后 就赐福给他们 其中就包含了 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方舟里的飞禽肘兽 和爬虫等地上 所有动物 都按种类除了方舟 我们看到接下来 挪亚就为上帝 筑了一座坛 在上面焚烧 各种洁净的牲畜 和飞鸟 作为繁迹 挪亚一家被上帝拣选 进入方舟 在大洪水的审判下 得以存活 挪亚出方舟的第一件事 就是竹坛敬拜上帝 献上各类洁净的牲畜 和飞鸟的繁迹 代表了经历了上帝的救赎 内心对上帝的感恩 和承认上帝的主权 祂是全地的主 上帝闻到这繁迹的心香之气 就心里想说 虽然人从小就心存恶念 但上帝说 祂不会再因为人的缘故 而咒诅大地 也必不再照着 上帝之前做过的 毁灭各样的活物 上帝说 只要大地上存 播种收割 夏日东寒 白昼黑夜 必永不停息 上帝闻到心香之气 代表祭品有一种甜美的香气 是令人愉悦或者舒缓 在立位祭第一章 讲到繁祭的仪式 不管是用牛羊还是鸟 最后都讲到是 献与耶和华为心香的火祭 代表上帝喜悦地 接受祭物 并且在接受祭物的同时 也接受了敬拜献祭的人 因着上帝悦纳挪亚的献祭 上帝心里决定 尽管人的心里 仍然还是有的恶念 上帝不再因着人的罪 咒诅大地 毁灭各种活物了 这代表上帝知道 透过大洪水的审判 并没有办法 真正地根除罪恶 上帝终极地解决罪恶之前 上帝需要持续地容忍 限制祂的审判范围 上帝要让整个大自然 可以继续地运作持续下去 让人在大自然的循环当中 我们依然可以借着付出 就是播种 我们可以继续地 得到上帝的供应 也就是我们可以继续地 有收割收成 以上就是这段经文的默想 弟兄姐妹平安 从前面的经文的默想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原则 那就是上帝是审判的主 上帝也是四福的主 人虽然不完全 依然蒙了上帝的怜悯和恩典 所以人要感恩 尊崇上帝 活出以上帝为中心的 一个敬拜的生命 今天的QT提醒我们 人始终要对上帝存着一个 感恩 敬畏和尊崇的心 就如同使徒保罗 在雅典对群众 讲道的时候所讲的 他说我们的生活 动作 存留都在乎他 人是没有办法预测 和掌控未来的 我们的一切 都是在上帝的手中 就如同我们看到 这几年的新冠病毒 有很多人死亡 哪些人什么时候会确诊 哪些人可以幸运地躲过 又或者哪些人 会转成中重症 哪些人会无症状 或是轻症 这些也都不是 人自己可以掌握的 我们能够确认的是 我们到现在 还健康地活着 不是因为我们比较好 或是说那些重症 或死亡的人比较邪恶 绝对不是这样 就如同有人告诉耶稣 说有些加利利人 在圣殿献祭的时候 被比拉多杀害 耶稣怎么回答 耶稣在路加福音 十三章二到三节那边说 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 比重加利利人更有罪 所以受这害吗 我告诉你们 不是的 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 所以重点是 人是否有在苦难中 思想上帝 转向上帝 才是重要的 先知耶利米 在面对耶路撒冷 经历上帝公义的审判 在这样的大患难中 他体会到 在耶利米哀歌三章 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说 我们不致消灭 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 因为是因他的怜悯 不致断绝 每早晨 这都是新的 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我心里说 耶和华是我的份 因此我要仰望他 这也是每个神的百姓 我们要常常思想的 要仰望上帝的慈爱和怜悯 挪亚面对审判后的大地 一切重新开始 他也仿佛重生 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这相信耶稣的人 虽然我们的外表 没有任何的改变 但我们要清楚明白 我们自己也是蒙圣灵重生的 就如同圣经上 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所讲 若有人在基督里 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 一切都变成新的 我们要清楚自己的生命 是主耶稣 他重价买赎回来的 我们是属于主的 活出新造之人的生命 可以越活越有盼望 我们就是立定心志 要活出一个敬拜的生活 在任何决定上 不停止地寻求上帝的旨意 顺服上帝的话 让我们自己的生命 可以讨上帝的喜悦 荣耀主的名 我们一起低头 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 挪亚他在审判之后 重新出了方舟 他第一件做的事 就是主谈献祭 主啊 我们每一个蒙你拯救的人 我们也是蒙了圣灵的 所释下的重生 让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 带到你的面前 降伏在你的主权底下 让我们常常要献上 我们自己的生命为祭 活出一个逃你喜悦的生命 谢谢主 我们感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恩典的名求 阿们 阿们